謝謝偉大的人民 水連沛順利連任 但與連宋沛的藍綠票數差距 僅有0.23% 相差不到3萬票 這讓藍寧完全無法接手 這是一個不公平的選舉 但就在2005年3月7日 319槍擊案發生後的第358天 當時擔任刑事局長的侯友宜 公布了這樣的檢案報告 所以今天的報告裡面 事實上我們是以陳義雄 涉嫌重大的狀況 來跟各位做個說明 他在警方公布 突然來指的影像以後 就自殺 300多頁的報告書 是檢案而非破案 嫌疑人死無對證 犯案槍支也未尋獲 檢案內容涉及高度政治敏感 各方批評瞬間直指 侯友宜而來 319槍擊案結案 死人做的荒唐荒謬 為創下中華民國的歷史 警方非常羞辱的一頁 我希望警方不要把莫須有的罪名 加在我父親的頭上 更不要因為我爸爸的犧牲 而讓某人安心 讓某人升官 壞就壞在我自己名氣大 大家都認得我嘛 所以在整個狀況之下 目標向我 我真的可以體諒 侯友宜一肩扛下所有壓力 不過319槍擊案 即便時至今日 依舊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除非改天是不是有機會重啟調查 要不然其實這個案子 信者很信 不信者永遠不會相信的 包括我我都持懷疑的態度 但侯友宜的確關於分通 應偵辦白小燕案有功 1998年晉升為刑事局副局長 2001年再調升為桃園縣警察局長 2003年46歲的侯友宜 成了最年輕的刑事局長 深水扁執政時期 2006年侯友宜再破紀錄 從現任黨的手中接過署長殷信 新任的警政署長侯友宜正式上任 也成為史上最年輕的警政署長 不到50歲的年紀 49歲的侯友宜 成為台灣史上最年輕的 內政部警政署長 短時間內警戒攻頂 不免招來破壞警戒制度 與倫理的負面批評 對 那個時候老實說 有很多的警察很不高興 尤其他的學長 大家覺得說 他是做直升級直接上去了 的確 的確在警察的倫理裡面 很少有這樣子 但是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政務官員可能是總統賞識 前總統陳水扁 賞識侯友宜的程度 甚至一度輕力拉攏 邀他精英入島 在陳水扁擔任總統 第一次當總統的時候 其實他就已經想要讓 侯友宜代表民進黨 回去參選這個嘉義縣長 侯友宜都拒絕了 侯友宜那時候是跟他講 我就是當警察的 什麼時候加入國民黨 我倒不知道了 但是我所知道的原則上 當在中央警官學校的 這些學生九成以上 都是國民黨為主 如同當刑警時遊走黑白兩道 即便沒有遊覽轉綠 但侯友宜長時間 與國民黨的關係若即若離 也從未與民進黨割袍斷議 這般藍綠模糊的路線 讓藍皮綠骨這四個字 就此成了他歸不去 扔不掉的包袱 2008年政黨再次輪替 侯友宜卸任警政署長 轉任警察大學校長 從基層刑警一路幹起 局長 署長 校長都經歷了 本以為已到了直牙天花板 沒想到2010年年底 侯友宜迎來了峰迴路轉 這只不過一個工作的轉換 從一個打擊犯罪的角度 來轉換成一個 積極為民服務的一個角色 朱立倫和侯友宜 早在桃園分別擔任 縣府與警局首長期間便已收拾 這段過往成了侯友宜 脫下警服換上西裝的契機 只是當了13年的 新北市正副市長 性格內斂 鮮少打 口水戰的侯友宜 卻在2021年 國民黨力推四大公投時 他置身事外般的 在臉書寫下了個 歲月靜好 不是藍皮綠骨啊 我四十幾年來 也沒有離開過黨力 怎麼現在的公投 搞得像選舉 對立 衝突 大家都不累嗎 立場模糊 不沾鍋的行事作風 引來黨內同袍 搶侯友宜 公開背刺的批判 我的天 一兩天的時候發這個文 我快要昏倒了你知道嗎 我怎麼能接受呢 我們大家都這麼拚 感覺被同志背刺 在黨需要你的時候 你在哪裡 好好做事 點點阿祖 不只是選舉口號 也是侯友宜 公職生涯的最佳寫照 這位非傳統型政治人物 深藍選民質疑他的血統 綠營曾說他是好朋友 境界英雄走入政治無間道 回首他所期盼的歲月靜好 還得先迎戰 選戰中的無數槍林彈雨 臨時 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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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神